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用抗联接应的 这会不会是救活呢 这个时候国府的特工出现在新龙镇 绝不是在孤立的世界 你是怀疑国府特工也是奔着安娜来的 安娜身份特殊 身上有很多可利用的价值 国府的人参与营救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 中共抗联和国府特工 从来都没有什么关联 你太武断了 他们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不可以联手 我现在高度的怀疑 在刚次这伙人当中 就有国府的特工 你认为会是谁 大哥少校 少校 的确 他是除了刚次以外最难对付的人 但你想过没有 他是怎么进要塞劳宫营的 一个特工 不可能平白无辜的自图罗网 没错 而且俘虏送往的地方 都是临时决定的 再想想 是他 是他 滕小姐 我想今天晚上 警务厅的刘警长是睡不好笑了 过一会儿 我们就去找他 那个 那个 文总和少校上鬼的给抓走了 什么 你去百味老子 那我也不知道他们俩跟得去啊 他俩又是不去啊 被抓的就是你 都是那个张大飞告的面 张大飞 他不是被捆着的吗 不是 他跟我说 他说 他说他知道那个春天的下落 我就把绳子给他结了 大壮哥 你有没有脑子呀 你明明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 借绳子干嘛呀 我不是着急吗 想知道那个春天的下落吗 那现在好了吧 朱姓骨没了 行了 行了 这样 我去把他俩叫醒 咱们一会儿都去你二舅家 这个又怎么了 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去大壮二舅家 你赶快收拾收拾 这么着急啊 出了点意外 没时间解释了 必须马上走 我去叫他啊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们俩快收拾东西 一会儿再说吧 快点 快点 嗯 快呀 愣着干嘛呀 快点 拿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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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快快快 咱们别动 辛苦了 你们也起步了 你们 拿过来 走 换着便装上街抓人 工厂里还这么多手位 看来咱们这次 真是钻尖炮了来了 你也看出来了 这地方 绝对不是普通的备物场 要是刚才动手 还有机会脱身 现在恐怕难了 既然来了 先摸摸情报再说吧 找机会 咱再溜出去 刚才要是动手的话 动静太大 阿娜他们 肯定也会被殃及 合着我老魏的命 就不是命了是吧 瞧你这话说的 我这不管 你认定的吗 你这心里还不踏实啊 过来 走 站过去 走 estate 走 走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厅长 这么晚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 为皇帝小弟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这是您要的糖桌如热蛋盘 刘厅长 不是我想找你麻烦 一旦要查出这个人有问题的话 你也脱不了干系 所以我希望在这件事上 尽量地配合 您在打来电话的时候 我得再考虑点事 这个糖桌如在这视线上的表现 确实有些古怪 请坐 当时关东京总部给我来电 说是虎头药塞要介绍于文语翻译 我问了好多人都推脱不去 可是糖桌如在得知此事后 居然毛遂自见 这么说他是主动要求去药塞 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好像 他不喜欢这个工作 这个确实有些奇怪 有一天他从药塞给我打了电话 说是向我汇报工作 我知道药塞的事情 那可都是机密 我特意祝福他 没有您的允许 绝对不能往外随随便便打电话 谭卓鲁是什么时候进入警务厅的 之前 他是在马山山手下做事 江桥战役之前 凡然会晤 投靠我们 被军政部安排到我们警务厅 特务科就没有甄别他的身份吗 他一直干内情 没有涉及到一线任务 所以我们特务科对他的甄别 也只是地形公事而已 干杯 在 按照档案的内容 这条核查 不要意乐任何消息 是 刘厅长 十一份改期 好 那打扰 慢走 好 好 好